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 辅助生育技术或俗生的试管婴儿技术 也不断地得到发展 为许多不孕不育人士提供了相关帮助 为了更好的服务生育、医疗以及健康领域 印尼莫鲁拉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也在该领域不断地创新与扩展 印尼莫鲁拉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所创办的莫鲁拉试管婴儿 是印尼开发试管婴儿技术最大生育诊所之一 试管婴儿患者每年增加30% 近期,该公司在芭蕾岛举办了 Bunda Morula Nusatoa国际生育医疗及健康中心开幕式 公司高层也象征性地进行了检采 以示其正式成为国际生育医疗及健康旅游目的地 据了解,Bunda Morula Nusatoa是支持国家卫生部和旅游与创意经济部 在振兴旅游业计划的一种形式 致力于振兴医疗和健康旅游目的地 以加强经济复苏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医生表示 目前我国应举办G20而备受全球关注 这也是向世界进一步宣传 印尼健康旅游巨大潜力的时机之一 此外,巴黎岛有着浓郁而独特的风俗 极无比美丽的自然风光 所以国内外游客在巴黎岛享受旅游的同时 也能获得优质的生育医疗和健康设施服务 我们知道巴黎岛是一种很大的需要 而马鲁岛作为主持人 有几乎50%从巴黎岛的巴黎岛的传统 与各种技术的传统 这就是我们的胸心 能够向国际社会 那我们将会开启兴旅游业 这就是我们的胸心 我们将会开启兴旅游业 伊凡补充说 未来他们将继续在试管婴儿服务领域 提供合格的妇产科医生 提升标准化 智力推广高质量治疗 高标准和高成果的生育医疗服务 该中心计划将于2023年开始全面运营 以后期我们需要支援 也用符合国际认证标准的RTAC最新生育技术,以及PGTA技术,用于检测胚胎染色体问题,以防止产妇或试管婴儿患者流产。 截止目前,他们已帮助了约12万5千对夫妇,成功怀孕率最高可达72%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